我們繼續,我們剛剛談到禪定的問題 也有一些人都誤解說我好像不重視禪定 其實不是不重視,是要把禪定的功能跟究竟意義分清楚 所以上一經就講 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行變異法故,說諸壽皆惜是苦 那麼禪定的境界是不是一樣的無常故,變異故 所以他還是苦,他不能究竟解脫,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一經要點出來的重點是在這裡 不是反對禪定,是說如果我們不了解禪定的意義 那麼就會跟外道一樣執著在禪定的境界 會有神通,會有種種的神奇,讓你很讚嘆感動 但是跟解脫不相關,這一定要明白的 佛法的解脫是在貪嗔痴煩惱的窒息永滅 所以我們不管修什麼,我都不反對 修哪一宗哪一派哪一個法門,我都不反對 問題是,是不是能達到貪嗔痴煩惱的窒息永滅 這個功能不要忘記,這是佛法最重要的根本 就不會德少為主,或以外道的一些成就 就以為是佛法的,這樣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要理解 好,我們再看下一經 第七四五經,中策第兩百零一頁 如是我聞一時佛祝王瑟臣佳蘭陀遠 而時有意比丘獨一淨處禪師 如是觀察諸壽,雲何壽 雲何壽疾,雲何壽滅,雲何壽滅 雲何壽疾到姬,雲何壽滅到姬 雲何壽畏,雲何壽患,雲何壽禮 雲何壽患,雲何壽患,雲何壽滅 雲何壽疾到姬,雲何壽滅到姬 雲何壽滅到姬,雲何壽滅到姬 雲何壽滅到姬,雲何壽滅到姬 雲何壽患,雲何壽禮 雲何壽禮地雷何壽禮 雙何壽 smooth,雲何壽滅到姬 触灭兽就灭 若于兽爱乐 赞叹染拙 兼住世民兽疾悼 悼悼 就像痕迹 有路的痕迹一样 我们在 起乐兽的时候 起了爱 染拙了 赞叹他了 染拙 兼住也一定要这个 这个就是 兽疾的道疾 我们就是在这里起疾的 若于兽 不爱乐 灭 如果不爱乐 赞叹 染拙 兼住世民受灭道疾 一个是 爱乐 一个是不爱乐 爱乐 起的就是染拙兼住 这个就是 集体的道疾 如果你不爱乐 赞叹染拙 那么你就不会执着 那么这个受就灭了 这个就是受灭道疾 主要就是在 你爱乐 你爱乐跟不爱乐 若受因缘 生喜乐 世民受味 味道 会染拙的味道 就是因为你对这个因缘 起了 欢喜心 是吧 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若受无常变异法 世民受患 因为这个受也是无常的 也是变异法 你如果一执着 后面的痛苦烦恼就来了 这个就是过患的地方 若于受断贪欲 越贪欲世民受理 你在任何的受当下 你不被贪嗔痴 烦恼所束缚 不在这个地方被执着 那么就是受理 远离了他的束缚 佛说此经于 诸比就文佛所说 翻喜奉行 那么这个受急 受味 受患 受理 这四个重点 我们要在观察中 一定要体会的 我们每天 时时刻刻 每个当下都是根层处 一定会起受的 所以你在苦受 热受的过程中 一定要去发现它 它是怎么挤起的 怎么灭的 我们用什么方法 可以不执着而远离它 这个都要去体会 这个都是重点 好 再看下一经 第七五二经中策 中策第207页 如是我闻一时 佛祝社会国其数 及孤独猿 下安居时 而时 给孤独长者来意佛所 基手离足 却做一面 佛为说法 世教造习 说种种法 世教造习 以重做其整衣服 为佛做离 合掌白佛言 为愿世尊于大众 受我三月情 医备饮食 应病汤药 而时世尊 莫然而许 这个给孤独长者 在我们佛教的 这个经文中 大家都常常看到 他是一位 非常了不得的大德 他非常的富有 他一生 把他的所有 都以三宝地址 共分享 有辛苦 有困难的人去找他 他一定会 帮助他们 这是非常出名的 给孤独长者 其实他的行为 就像我们 后期的大菩萨一样 他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有一次 就是在这个安居的时候 来见佛 那听佛开示以后 也邀请佛 受我三月情 就是下安居的时候 他要供养的意思 请佛陀跟圣地址 去受他的供养 那佛就 莫然而许 使给孤独长者 知佛莫然受情疑 重坐起去 归凡自家 过三月移 来意佛所 基手佛立足 退坐一面 佛告给孤独长者 善宅长者 三月供养 衣备饮食 应并汤药 如以庄严 敬至上道 于未来世 当获安乐果报 然如今 莫得莫然 安乐受此法 如当精寝 时时学原理 喜乐 聚足身作证 这几句话 可见佛陀 对这些 护法的 这些善知识 或者是居士 开示是不离 佛法的根本 善宅长者 三月供养 衣备饮食 应并汤药 如以庄严 敬至上道 于未来世 当获安乐果报 也就是说 给孤独长者 他今天所做的布施 对于三宝的布施 不管是衣备 饮食 汤药 这些布施 未来一定会得 安乐果报 这个因果来说 是必然 但是今天 佛陀的开示 后面这个更重要 如今莫德 莫然热受 此法 你不要以为 这样子 是非常快乐 对不对 因为有果报 因为这是善法 因为将来一定 得得好的果报 但是你不要停留在这里 不要满足于这里 如当精寝实实 学原理 对于这个布施的功德 也不要执着 要原理 虽然他 不施 有不施的功德 将来可以得善报 但是 这个不要停留在这里 你还要精进 学原理 超越他 不执着 喜乐 聚足身 作证 你要 好好的在 内在的身心上 要安住 在那个地方 喜乐 聚足身 不是执着在 那个功德向上 这样知道意思吗 要在真正 身心的内在上 还有精勤 要上进 用功 使给孤独长者 闻佛所说 翻喜 随喜 从坐而去 而使尊者 摄利佛于众中坐 这个时候 摄利佛刚好在 大众中 坐在那边 知给孤独长者 去 等给孤独长者 离开的时候 摆佛言 就问佛陀 其宰 是尊 善未 给孤独长者 说法 善劝力 给孤独长者 如以 三月 祭足供养 如来 大众中 敬至上道 于未来 是当受 热报 如莫 莫然乐着此福 如当 及时学圆礼 喜乐 聚足 生 作证 世尊 若使圣地子 学圆礼 喜乐 生 聚足 作证 得 圆礼 无法 修满 无法 社里佛 了不起 就是这样子 他看到佛陀的开示 他再把他提出来 问佛陀 然后更隐身 更隐身 把那个法意会隐身出来 学圆礼 喜乐 聚足 生 作证 得圆礼 无法 修满 无法 什么是圆礼 无法 什么是修满 无法 把这个重点再强调出来 云和原理无法 为断欲所长养习 断欲所长养忧 断欲所长养舍 断不善所长养喜 断不善所长养忧 世明无法原理 这个无法 欲所长养喜 欲所长养忧 在五欲中 喜的喜乐 或者是忧 所得长养的舍 断 这个是 喜 忧 舍 三个重点 在欲中 后面是断不善 所长养的喜 所长养的忧 前面是五欲 后面是不善 不善法 一共这五个主要条件 这个大家都要注意 市民无法原理 云和修满无法 为谁喜 欢喜 以喜乐 一心 你把这些 前面的欲望也好 不善法也好 这些喜乐都喜 而喜的是什么 就是随喜 欢喜 宜喜乐一心 身心 非常的清静 自在 安乐 发喜 把前面的 欲望 所起 无意中 起的喜 喜乐 欲望所起的忧愁 还有你常养的舍 还有修 断不善 所起的喜 不善 所起的忧 这样一共叫五法 只要把这五个条件 直喜 就随喜 欢喜 宜喜 乐一心 你的心 就会安住 自在 清静 是吧 伐喜 前面那个爱不善法都断了嘛 后面起的自然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执着善不失有功德 那还是执着 还没有原理 这个是欲望 欲无欲中的什么 属于善法 是属于乐的部分 知道吧 喜的部分 也要舍 所以你真正的能 连这个功德都不执着 不失的相也不执着 你才能真正的学原理 才能执习 我们内在的 对于善法的贪 善法也会贪 善法的忧 你都会放下 还有不善法的喜 你也会放下 这个种种你才会放下 才能达到身心内在真正的清静 自在清安 一静一性静 是不是这样子 这里只是在告诉我们 给孤独长者 他的功德是非常大 佛陀还叫他不要执着 要学原理 从这一经我们就要注意 我今天 常常扮演这一种角色 很多人不理解 每一个人来 我都希望每一个人学到真正的证件 不管你对师父 布施的多 付持的多 供养的多 或者是 有没有付持 有没有供养 我都不在乎 每一个来的人 我都希望你们得证法 得证件 希望你将来都能受用 都能解脱 这是我的原则 有一些人对师父很付持很久 布施也很舍得 我会更要求他 要求他什么 早一点建法 早一点受用 而不是执着在那个功德下 这是一项我很重视的 就像佛陀在开示 给孤独长者一样 我不会因为 某某供养多 付持多 就把他带为上宾 是吧 他变成娇慢 变成自以为是 那就完蛋了 你越付持师父 师父也越付持你 一样的道理 我的付持是 希望你们真的能见法 能得证法 能真的受用 能解脱 这个才是 真正对得起大家 但是几个人理解这个的重要 过去有一位居士 他很付持师父 有人就问他 你这么付持师父 你这么的发心供养 请问师父有没有对你比较特别 怎么样的指导你 照顾你 他说没有啊 他对谁都一样啊 对我也是这样子 那个人就说 那你何必发心那么大干什么 各位 我就问他 我说这样子说也对啦 那是世俗的观念 如果今天师父是一个 供养多的 付持多的 我就对他很好 如果没有供养 没有付持的 我就不理他 我说这种师父你要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这样子 而我重视的是法 我希望每一个来这里 跟我们有缘 见面 大家来一起共修的人 都要得正见正法 将来你们才能受用才能解脱 这是我的立场 我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不管你们供养我多少 我不管你们对我付持怎么样 来的一事与法相应 就是在这里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我希望大家 每一个人来都能受用解脱 而不在乎你们对我怎么样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理解 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感受到一点 看到电视上一位 过去在某某大道场的大副法 在那边做什么副法会会长 花了听说好几十亿吧 花了一二十年的功夫 在那边付持吧 最后呢 因为他是搞建筑的 后来景气不好 垮了 整个事业都垮了 很苦 起了后悔 为什么 我搞了这么久 护法这么久 这佛菩萨都不比喻 请问 为什么今天会这样起后悔 最后后悔到怎么样 后来去受信基督教 说他解脱了 你知道我们看来好悲哀的事 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僧团 居士来 花那么大的心 扶持了一二十年 结果连证件都没有给他 请问 这是谁的责任 我看了真的眼泪要掉下来 我们佛教真的只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就自己很小心 每一个人来人 我以法设中 以法接种 以法布施 每一个人都给他建立证件 证法 个人的修行 个人的用功 那是个人的果报 但是我们一定要给他建立正确的佛法 这一点 我个人真的是很重视的 所以看到这里 佛陀会劝 给孤独刚哲 给孤独刚哲 你看现在有几个人像他这样为大 他一生 听到佛法以后 他扶持这些圣地子 从来没有停止过 到他死为止 都与佛法身三宝一起供养 从来没有执习过 他的功德有多大 佛陀都要进一步地跟他讲 要学原理 连这个都不要执着 所以各位 我们自己如何身心 才能真正地学原理而得清净 不管是善 不管是恶 那边执着喜乐 都要执喜 所以各位 我为什么都一直要求大家 要用功 要精进 这是为你们自己 所以今天很多人要知道 我们今天来听法 学法 不是来硬帽 这是为你们自己 我今天只是把法 佛陀开示的法 介绍给你们而已 这个都不是我的 这都是佛陀的开示 我只是借这个因缘 把这个证件散播人间 希望更多人听到 而他能解脱能受用 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个人没有什么得恨的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与法相应 好 我们再看下一镜 第一二五一经 下册第一百一十三页 如是我闻一时 佛祝社会国其数几孤独猿 时有年少 兵齐家婆罗门 兵齐家 来与佛所 于世尊面前 做吃恶不善于 称骂贺者 我们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感受到 佛陀时代的一个 那个时空背景 看到他的真相 佛陀虽然 非常的有得恨 但是还是会碰到 这些不尊重的人 是吧 这个是年少的 兵齐家 兵齐家 婆罗门 婆罗门他们都很富有 是吧 都很傲慢的 他来佛陀面前 喝骂 做出恶言 很不客气 很不礼貌的 儿时世尊告年少 兵齐家 若已于一时 即兴之日 如当会诸中 亲眷属夜 佛陀听他骂完了 就问他 你们在一个 即庆的 节庆的日子里面 你们会办一些 这个法会之类的 来会和你们这些 诸中亲族 来招待他们吗 兵齐百佛 如是取谈谈 当然是啊 对不对 他们很富有 对诸中亲族 也很有这个 这个不思的心 是吧 佛告兵齐 若如中亲 不受死者 当如之河 你用很好的东西 来招待 准备了很多 好的东西 来尊重 来招待 你这些 诸中亲属 但是这一些 亲属 如果他不接受 这个食物 你们给他的 招待食物的话 当如之河 你要怎么办呢 兵齐百佛 不受死者 食还俗我 他不吃 这些东西留下来 就还我啊 这个好像 很自然的 是吧 佛告兵齐 如意如事 佛头就回答了 你刚刚对我的 我也是这样子 如来面前 做粗恶不善语 骂入贺者 果净不受 如此骂者 应当随俗 你看佛头智慧 是不是很善巧 你刚刚这样骂我 做那个粗恶语 我根本就不接受 那么你刚刚这样的骂 应该要归谁呢 佛头就这样反问 兵齐百佛 如事取谈 彼虽不受 且以相争 则辩事已 虽然他不接受 但是我已经送给他了 这样辩事已经给他了 我已经给了 佛告兵齐 如事不明 更相争语 这样子 不叫做争语 何得便为真语 兵齐百佛 云何名为更相争语 名为相语 云何名不更相争语 不明相语 佛告兵齐 若当如是骂 则报骂 蹭则报 蹭 打则报打 斗则报斗 是名相争语 名为相语 佛头的回答 很善巧 如果你骂 如果你骂我回报也跟他一样骂 你用称心来对我 我也用称心来对你 你来打我 我也反手 我也打你 你来跟我相斗 我就跟你以斗来反哑 以牙反哑 这样就叫做名相争语 名为相语 若负兵齐 骂不报骂 蹭不报蹭 打不报打 斗不报斗 若如是者 非相争语 不明相语 这几句话 看起来很简单 请问各位 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今天听到这里 一定要深深去感受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因为我的感受很深 不管是国内国外 我这十多年里里外外 看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 觉得很沉重的一个现象 就是居士们 对师父 都是非常的恭敬 非常的重视法 但是私下 谁不服谁 然后呢 是非恩怨 非常的多 这个是我感受最深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常常在反省的 我今天 讲了这么多的法 介绍这么多的法 表面上好像大家都听得多也懂了 大家都境界很好 但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示威总是不断呢 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得恨不够 就是没有办法感化众生 就是在这里 真的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要学 如何能习真 骂不报骂 蹭不报蹭 打不打倒 不报打 斗不报斗 是非 不要烦是非 这句话我要加上去的 听到是非 不要再传播是非 不要再加是非 这样知道意思吗 真的 我看到这里 就觉得 众生最难就是在这里 因为我直不破 是非总是不断 尤其是听到 不但自己起瘦的石油感去接受 起了烦恼 还要把这个烦恼争与别人 是非一个传一个 是非恩怨一大堆 永无宁日 我今天讲这个话 真的是语重心长 大家要记得 是非不要报是非 要记得 是非到这里就执习 要学这个 不然我们这个法 怎么传怎么讲 感动得很多 学得很精 大家也很用心 但是私下就是随不扶随 这个问题很严重 就是没有根本的受用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真的我感受很深 不管国内国外都一样 我这次走了一圈回来 每个地区也有这个问题 去年我为什么不出国 就是有一些问题 我要让它沉淀 让它自然去沉淀 但还好这一次 看到的不但没有影响 我们这一次看到的现象更好 可以证明佛法 正确的佛法它的受用是正确的 导师责法是正确的 只要法是受用正确的 受用法是正确的 学的人一定会感动 一定会受用也是正确的 所以法它自己会跑 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 而是法它自己会跑 我们两年没有出国 我发现我们两年以后 外面的进展最少增加五倍 不是一倍 五倍 这个是我这一次感受很深的 那么我希望大家学法 真正用在生命里面 用在身心上 要一定去试 一定去用 一定去体会 不要法归法 人间是非归人间是非 那这样子根本就不相应 要记得 什么叫 这里讲了 不相正宜 不相于 这个要学 是非 不报是非 这一点就对了 是非到这里就止息 没事 宾起白佛 取谈 我闻古习婆罗门长老诉讼 行道大师所说 如来应等正觉 面前骂入 趁粤 趁瘠 趁会 喝者 不趁 不怒 而今取谈 有 趁会 也 你看这位 少年 宾奇 他还不死心 佛陀这样的开导 他还要问过去的这些婆罗门大师所说的 如果是真正的如来硬等正觉的话 你在面前怎么样的辱骂 用秤慧去喝泽 他是不会秤不会怒的 你怎么对他 他都不会生气 他也不会起秤恨心的 那么我今天对你这样子 你有没有秤慧呢 还要问这句话 他眼睛看到了还不算 还要等佛陀回答才算 儿时世尊既说既言 无秤何有秤 正命以调腐政治心解脱 惠则无有秤 以秤暴秤者视则为恶人 不以秤暴秤 临敌府南府 不秤圣与秤 三句如前说 佛陀的回答 当然是没有秤恨心 为什么 因为佛陀是在政治正念的解脱中 是大智慧 怎么会有这样的秤心呢 如果以秤暴秤的人 就是二人 如果你今天懂得不以秤来暴秤 临敌府南府 在面前最难服的敌人都能够把他降服 所以不秤是胜与秤 这个一定要记得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学法不是在说理论而已 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实践 要体会 要超越的地方 大家要记得 这个地方做不到 你说你境界有什么多高 你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有什么成就 秤当然很严重 我是希望我们连是非最好都能够降服 这个很重要 儿时年少兵齐白佛言 悔过渠坛 如雨如痴 不变不善 而于沙门渠坛面前 出恶不善于 趁骂贺责 文佛所说 欢喜随喜坐礼而去 但是看到这里 我们也会感动 虽然是年少无知 听了佛陀这样的开示以后 当下能够悔过 这个也是 真的很了不起 我们现在的人间 听到了开示 听到了辩解 我们会不会知道自己的过错 大部分都坚持己见 对不对 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很少能够听到真正的法 知道自己过错 懂得忏悔悔过的人是不多的 所以 这个虽然是婆罗门的少年 我觉得他非常难得 听佛陀的开示 当下在佛陀的面前就悔过 我是如意诶 我是如意如痴 不辩不善 承认自己的愚痴 没有分别清楚 所以我在 沙门祈寒面前 出来这种 粗 恶不善于 才称骂赫哲 在这里悔过 佛陀是这样的智慧 但是各位 这个主题在讲什么 就是不受 主要是在受 人家送你的东西 你受不受 你有自主权 各位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权利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众生就像垃圾桶 人家丢什么 你都收 然后在那边起贪起撑 在那边痛苦烦恼不已 而不知道我们可以不当垃圾桶 该收的收 不该收就不收 不收 这一点我们一般人 从来就没有发现过 所以很多的 是非恩怨到我的耳边 停止 我听过 我不会放进去 我不会再传出去 不受 所以这个主题是受 我们可以不受 不接受 这个很重要 这个才能不随波逐流 听了一句话 恨人一辈子 那是谁痛苦 我请问 你听了一句话 你生气 你恨人一辈子 到底是自己受苦 还是别人受苦 是自己苦恼 所以自己找苦吃 是不是笨蛋 不受的是智慧 因为这里就清静 不会受苦恼 不会痛苦烦恼 是不是这样子 一句话把它当作真的 然后在那边苦 苦很久 然后称恨起来 然后抱手段就来 这样子 到底谁苦 自己也苦 对方也苦 我们要学解脱 就要学懂得如何不受 你才不会落入这种陷阱 自己苦啊 自己是愚痴啊 是不是这样子 能不能不受呢 自己要注意 要学 落入是非坑 痛苦的是自己 批评别人 好像自己很得意 其实苦的还是自己 要记得 我这一次 出去 就是关于垃圾桶 这垃圾两个字 现在 在国内是读垃圾 顺便提出来谈一下 因为有一位居士就跟我讲 师傅 你讲的法里面有很多 这个叫什么 白话 是不是 白字 他就举了几个 他说 垃圾 你读做垃圾 混淆 你读混淆 是混淆 才对 后来我们 想一想 如果在我们这边 你读垃圾 人家说笑死了 混淆 你读做混淆 那你也 人家觉得很奇怪 但是 他们那边的字典一查 真的是读做垃圾 真的是读做混淆 我们回来一查 是垃圾 是混淆 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每个地区的使用有差别 现在有很多字 尤其是在国内 它是通用的 上一次我到一个寺院 后面的地方是属于法堂 不是一般游客可以进去 它就写一个游客直布 它的游是三点水的游 游泳的游 我一看来我就在笑 我说这里的游客都是用游泳来的 所以游泳来的客人要在这里直布 其实后来他们那边的 居士就跟我讲 他说这边的游是通用的 三点水的游跟跑马边的游 他说他们是通用的 比如说木字下面四点水结 他们那边的结就豪杰的结 有没有 人子旁的豪杰的结 他们是通用的 所以我才知道说 这个是属于文法的部分 每一个地区 他们使用的观念 所以这个叫约定成熟 只要大家认为可以 可以沟通就可以了 它还没有定法 所以我刚刚讲到垃圾桶 就想到这个有趣的事 真的我们也不要说坚持说 非要如何不可才对 因为这边对的那边认为不对 那边对的这边认为不对 那请问以谁为准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叫入乡水俗 是不是这样的 好你到这边 你就用这边的通俗的方式 你到这边的话 那你就用这边通俗的方式 所以各位 你要是到欧美去 人家有那边的礼仪 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的礼仪 如果你到山地去 有山地的礼仪 如果你去埃斯基摩仁 或者是西藏 有西藏的礼仪 那是不一样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如果我们今天 以定法来说 只能这样 不能那样子 那谁来规定 以缘起的无常观来讲 有没有定法 那个叫假明施舍 对不对 假明施舍也是缘起的 也是如换的 它只是约定成熟 大家有个共见 大家能沟通为原则 是不是这样子 我在拖时间 因为下面这一经很长 如果现在一讲 剩下几分钟 后面讲 讲到一点点 讲不完 那么我看 多拖也没意思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好了 这个下一次 因为下面这一经很长 几分钟 讲不长不短 那我们这一次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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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